基隆河右岸龙岸段 设计原本设置检疫巡岸步道 地方建议希望能提升巡岸步道的功能 能从龙川步道延伸到六二快速道路下 也能提供给民众休闲运动使用 经过这两三年 由11月零一期和中央积极来促成 现在最后的照明阶段已经通电 地方纷纷大赞 岸川步道真的很棒 首先先谢谢议员帮我们争取这个步道 这个步道是自然生态的功法 里面有鸟 夏天的时候有鸟类有鱼类也有萤火虫 所以这个做法真的不错 夏天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民众来这里走 因为岸川步道工程属于中央史核局 透过市议员林一期为请立委张鸿路 协助安川步道的经费争取 目前工程已经全部完工 另外基隆河步道民众经常反映照明不足 也由市议员林一期协助争取左右岸步道 新设供48盏景观灯 让步道夜晚照明更充足 我们很感激的就是那个十二级 再来就是我们林议员跟执行长 还有我们那个 当然我们那个藏路委员真的是很帮忙 我们真的是很感激 最主要是我们还要另外感谢的就是赖鸿村里长 跟我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我们今天终于有了这一条岸川步道 我们真的很感激 尤其是那个合体步道的灯亮了以后 那个景色真的是很美 而且是真的真的无法形容 那路灯在近期已经 台电已经送电完成了 那目前整个路灯都可以正常的来 晚间都能够正常的来照明使用 那也希望整个我们农安段 以及农川段的衔接 那也能够提供给民众 更不一样的一个休闲运动的一个步道的环境 十月里一起说 基隆河沿岸步道工程已经完工 民众可从左岸行进上天 结于东河再从瑞芳国小旁的借兽桥 衔接到基隆河右岸的龙川步道 再到新完工的安川步道 左右岸步道总长约5公里 照明也正常送电启用 期盼让民众有更优质及安全的休息步道 记者 陈一威 瑞芳采访报道